或是像一些婆婆啊 就說什麼 喔 整天幹嘛 站在那邊不會幫忙煮菜 現在幾週啊而已喔 你是吃到檸檬是不是 他說我們要這樣走過來的喔 你這樣走過來 你這樣走過去嗎 啊 你走過來離家的事啊 我們走我們在路徑中 你怎麼幹嘛幫我們煮事啊 或是像一小姑說 喔 我媽那麼辛苦 在廚房煮菜 你不會去幫忙啊 你媽那麼辛苦 你就去喝你媽的奶 今天大概九週 然後啊 特別的想吐 還好有你們兩個幫我 愛一個 輕輕捏了耶 不能亂按 加油 輕輕按喔 不能亂按 輕輕捏一點點這樣 這等於是愛的摸摸而已 我現在每天晚上想吐的時候 我都叫你們做一件什麼事 唱歌 這等於算是一種愛的 哼 哼吐了 你講不出話了 愛的小儀注意力 把一個人的溫暖 轉移到另一個的胸膛 讓上次犯的錯犯行出夢想 我覺得啊 以後如果有人說什麼 孕婦啊 那邊吐啊 然後還好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 那種人真的是 應該真的要被打 然後打一對 因為 真的超不舒服的 不懂得體諒孕婦的人 確實不應該 那種感覺就是 很噁心很想吐 然後吃飽了也想吐 做噁心 餓也沒有餓的感覺 也想吐 最高境界就是像我這種 想吐都吐不出來是最痛苦 孕婦對味道很敏感 但是如果呢 你現在本身已經想吐了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轉移 不然為什麼你可能 這個孕婦一直喜歡聽我們唱歌 轉移就沒有 貼心 那你有沒有什麼東西要就是 告訴大家 男人 肚子是誰搞的 誰搞出人命的 誰搞出人命的 這時候還是在幹嘛 還是在外面甩 你再回去嗎 好不好 肚子保證再加乾淨 再加乾淨 再加乾淨 是不是 該洗碗的洗碗 該按摩就去按摩 但是呢 這幾天呢都是 晾衣服都是輕的晾 洗衣服 晾衣服 洗碗煮菜 這個是比較多水 洗碗煮菜 我真的覺得懷孕啊 我覺得另外一半這很重要 跟在身邊相處的人 因為呢 他們可以讓你的心情 然後減緩 然後會讓你覺得說 就是撐過去就好了 而不是像一些小孩 會惹父母生氣嗎 例如說像 憲小弟那種的 怎樣 你看這樣 這種小孩就很欠揍 他會像一些老公 一回家開始甩炭 你能回家 你暗手炭嗎 你搞什麼 你還知道二手炭嗎 你要不要吃一塊念吐的感覺 你要不要體驗一下 那個不舒服想吃不能吃 要要要 躺在床上的感覺 你懂嗎 我真的不懂我才在那邊按啊 不懂就服務 你嘴巴如果隨時有一個 你不敢吃的東西 你還在嘴巴 你還想吃你二手含著 你含著 香菜 不能吐 那是茄子的 不敢吃苦瓜你含著 然後把嘴巴貼起來 貼起來 然後或者是說 有一些活潑啊 不容體量 餓婆婆啊 餓婆婆啊 餓婆婆你自己還會 你還當餓婆婆啊 親自人啊 餓婆婆 學長學弟 你苦過來了就要折磨別人 什麼想法啊 我想一些獨孤 獨孤 小孤 獨孤就拿來燉湯 或是想一些婆婆啊 就說什麼 喔整天幹嘛 坐在那邊不會幫忙煮菜 現在幾週而已喔 你算是不是 你吃到檸檬是不是 我們要這樣走過來的 我們要這樣走過來 我們要這樣走過去嗎 你走過來人家的事啊 我們走我們這部 你走你幹嘛跟我們煮事啊 或是算一小哭說 喔我媽那麼辛苦 在廚房煮菜 你不會去幫忙啊 你媽那麼辛苦你就去喝你媽的奶 我之前看到一個新聞 他說有一個孕婦在 我現在講到想吐 就是呢他們坐公車 然後因為他在公車上呢 欸我怎麼話那麼多啊 他在公車上呢 然後就聞到味道很想吐 然後就有人走過去說 你現在是多嬌貴啊 你嬌貴你就不要坐公車啊 那你教會你還坐公車啊 你怎麼不找司機接送啊 你在孕婦坐公車已經夠辛苦了 你還在那邊嘴啊 你會嘴啊 那你坐什麼車 你坐救護車吧你 哈哈哈哈 我這 我還坐還不讓 你是怎樣 哈哈哈哈 去上班 然後老闆就說 你不舒服你就回家啊 不要來工作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現在是管老闆 你現在是管老闆 哈哈哈哈 蛤你以為你怎麼出生的 你以為你是舒服的出生的嗎 你把你媽害得夠產啊 哈哈哈哈 所有孕婦看到這一集 真的會覺得 會真的覺得說 很開心 保持內心的 保持內心因為覺得說 真的因為你們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體會 就請你